第311章 黑童虚影 巨大的雪色光阵笼罩着这片天空,整片天地的原理都是在此刻狂暴地波动着,令得闻着变色。 雪阵蠕动如同一张猙獰的雪盆大口一般,而在大口的下方则正是那黑色光团。 只不过面对着如此强势的雪阵,那黑色光团依然没有半点动静,静静地悬浮在半空,犹如并没有感受到那即将到来的危险一般。 在那暗中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,那腾沙盯着黑色光团,片刻后,他的身体缓缓地悬浮而起,双手闪电般地截出道道印法,旋即一道道极为强大的原理光柱自其手中掠出,最后打入天空上那巨大的雪阵之中。 而随着腾沙的举动,那本就是已经相当狂暴的雪阵,顿时间剧烈地翻腾起来,一层层雪光散发而开,犹如雪云般笼罩在大阵之外,隐约间甚至有着雷鸣般的声音传出。 九阴魔玄阵,破! 漫天雪光蠕动,那腾沙的身形在雪光的衬托下,宛如一尊魔神般,他面色冷立,印法变幻,二号手指猛地一引,顿时天地原力呼啸,那大阵之外分腾不休的雪光顿时呼啸而出,闪电般地凝聚成一根足有数十丈庞大的雪色光柱, 二号砰的一声,撕裂天际,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,狠狠地轰在下方那雪色光团之上。 望着那携带着极为狂暴能量轰击而下的雪色光柱,林洞眼瞳也是突然紧缩,拳头瞬间紧握。 在林洞那眨也不眨的目光注视下,雪色光柱几乎是在瞬间轰然落下,重重地轰在黑色光团之上。 而在那雪色光柱轰重的刹那,一直静静不动的黑色光团终于是有了动静。 只见得一圈薄弱的黑光缓缓地从其中扩散而开,而后便是任由雪色光柱轰下。 巨响声带着一股极为强悍的能量涟漪呈环形般的扩散而开。 但让的人震惊的是,那看似薄弱的黑色光圈却是在雪色光柱的强猛轰击下,闻丝不动。 仅仅只是在表面犯起了一些涟漪波动而已。 这一幕立刻是引动不少的目光变得惊骇起来。 那些隐藏在悬音山周围的各方势力以及强者,面色也是巨变。 那黑色光团究竟是什么神秘的东西? 竟然连如此强横的攻击都无法将其动摇? 这阴魁宗究竟是得到了什么宝贝?竟然如此的强横? 那黑色光团中究竟是什么? 看这动静必然不会是寻常之物。 若是由那阴魁宗将其得到的话,其实力必然大涨啊。 众多隐晦的窃窃思雨声在夜色中传荡而开。 不少强者目光闪烁,显然是被那黑色光团的神奇之处 勾引起了贪婪之心。 哼,本宗今天就不信了,连和我整个阴魁宗之力 还无法破解掉你的封印。 在那漫山遍野不善的目光流动时,那藤沙却是面色有些阴沉的望着那黑色光团。 玄机其身形猛然拔高一些,双手一探, 直接是化为两道巨大的圆力手掌,生生的插入大阵当中。 九阴玄魔阵,九阴之力,破灭万法。 冷鹤之声在强悍的原力夹带之下,如同雷鸣一般,在天空之上滚滚响彻。 只见得那雪色光阵剧烈的翻腾,那山体之中更是源源不断地渗透出一股股黑色的寒气,最后被尽数地吸入雪阵之内。 大阵颤抖,突然间满天雪光,黑色寒气凝聚,直接是化为了一条左右百丈庞大的黑色巨胶。 这黑色巨胶,乃是由殷魁宗诸多强者的原力,再加上玄阴山的地底寒气所宁。 那等威力,就算是造化镜小城的强者,也是难以抵抗。 黑胶成形,仰天一道惊天动地的咆哮之声,拳击巨大的身躯欲甩,便是化为一道黑色雷电,轰向下方的黑色光团。 那庞大的身躯褥洞间,直接是引爆无数的原力,那般声势相当的骇人。 黑胶几乎是在刹那间便是降临到了黑色光团之上,这一次那种黑色光膜,却是并没有再取到先前的那种效果。 面对着黑胶身躯上所蕴含的磅礴之力,那黑色光膜也是爆发出剧烈的涟漪波动,最后砰的一声,竟是直接的暴力而开。 哈哈哈哈,封印再强,也难抵我殷魁宗之力。 见到那光膜爆裂,那左右长老二人也是一起,笑道。 封印要被破解了,见到这一幕,林洞心头也是一紧。 哼,哪有那么容易,你也太小看那位黑童老人了。 小雕对此倒是呲笑一声,对于殷魁宗的合力显得相当的不屑。 哦,文言林洞心头也是微动,对于那位黑童老人的恐怖,他自然也是心知肚明。 当下目光凝神望去,只见得那黑色光团之中的诸多黑色脉络,竟是在此刻蠕动起来。 最后飞快地射出,而后在光团之上凝聚,短短眨眼间竟是凝聚成了一道人头大小的虚影。 是那位前辈? 望着那一道人头大小的虚影,林洞的眼瞳顿时一缩。 因为他发现那道盘坐在光团之上的虚影,赫然便是他在祭坛之上所见过的黑童老人。 这只是他留下的一道残影之相而已,并不具备灵智,不过这足以让殷魁宗头痛了。 小雕幸在乐祸地道,那一位黑童老人的虚影刚刚出现,便是伸出手指,轻轻点在那呼啸而下的黑胶纸上。 随着黑童老人这一指的脸出,一种极为玄傲的力量,也是自其指尖喷扭而出,顿时那咆哮的黑胶便是颤抖起来,身体竟然是在刹那之间变成死灰般的颜色。 甚至连其中所蕴含的浑厚原理,都仿佛被剥夺了升级一般,凭空消散。 这…… 林洞有些震惊地望着那消散而去的黑胶。 在那一刹那,他有种感觉,就仿佛那些天地原理,都是在黑童老人一指之下,死亡了一般。 连天地原理都是能够斩杀,这究竟是什么恐怖的手段? 死亡之力…… 那黑童老人竟是强到了这种地步,以时能够掌控死亡之力,反手之间掌控生死。 小雕嘴中也是在此刻发出道道惊叹之声。 死亡之力? 文言临动一正? 对于这种力量,他从来没有听闻过。 别想多了,那种力量可不是现在的你可以指望的,甚至连涅槃镜的强者都无法触摸到那种玄奥力量,或许以后你也能够达到那种通天地步。 小雕笑道。 林动苦笑一声,的确,现在的他连造化镜的强者都是得仰望,叶盘镜在其眼中已是传说之中的存在。 更何况这种能够掌控生死的玄奥之境,那更是连想都没法想。 哼,果然是有人作怪,不管你生前有多么的强横,但在岁月之下也是如同蝼蚁,给本宗主散。 天空上,腾沙焉厉的目光也是在凝固在那一道黑童老人的虚影之上。 他明白后者的恐怖之处,如果后者是真身降临,那翻手间就是能够抹出整个阴魁踪,但可惜这仅仅只是一道历经岁月的残影罢了。 随着腾沙鹤声一落,其袖袍一挥,一个乾坤带便是飞溜而出,足足百万的纯元丹从中飞溜而出,最后飞快地融化成滚滚原力,化为浓郁的原力雾气,飘荡而上,与雪震融合。 好大的手笔! 望着这一幕,林栋也是一惊,这阴魁踪啊,不愧是大荒郡三大顶尖势力之一,竟然直接是催化了上百万的纯元丹,这等数量恐怕还真没几个势力能够轻易地拿出来。 而吞噬了如此数量的纯元丹,那大阵雪云翻腾,在那阵眼处竟是凝聚出了一只巨大的雪色眼球。 在那雪色眼球的照耀下,天地原力皆是凭空爆炸而开,化为滚滚涟漪,扩散而开。 悬阴山周围无数道目光,凝聚在天空上那巨大的雪色眼球上,乌不是为惊的变色。 那从眼球之中渗透而出的能量波动,强悍地令得人头皮发麻。 好强的能量波动。 林栋也是因为那雪色眼球之上,涌开的波动,惊得眼瞳一缩,旋即更是小心地压制着气息。 他知道,此时若是那雪色眼球照耀在他的身上,今天恐怕必然是凶多吉少。 九阴玄魔阵,九阴血眼。 雪色眼球凝聚,那滕沙心中也是勇起强烈的自信。 这一顿攻势,足以轰杀造化进小城的强者。 虽说这徐影生前必然无比强悍,但现在也只不过是一道可悲的残影罢了。 哼,装神弄鬼的老家伙,看本宗主如何破你封印。 心头自信涌动,腾沙一步跨出,手指舞动,抱贺之声响彻而起。 而后,那雪阵的中央的巨大雪色眼球顿时睁开,一道雪光滚穿天地,夹杂着极度狂暴的气势,爆轰而出。 感谢观看